就不要那么拘泥 你看它的线条 其实那个就是说 当你上次写完接下一笔的时候 有时候笔尖跟墨水没有办法那么的刚好的时候 一下去 你又觉得这个线条真的不漂亮 但是当我们在写作品的时候 有时候这样的一个浓墨 或是不经意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线条或者墨水 反而是反而是有趣的事情 你看它这个 这条线是直的对不对 可是你看它线条事实上是有点像右 这个做也是非常非常快的动作 看一下 笔贴 你看哦 有没有 下来就是很干净 所以如果你提的不够或者是没有提 那这里就一团了 就跟刚刚自立讲的那个状况一样 你看它这两笔也没有平行 这个人注意一下 你单独看它的时候它有点血 但是呢 它要用这样的血来跟它做一个调整才不会带 有没有发现它的角度 几乎是平的 所以呢 你的才有空间让它稍微往右斜上去 所以这个哦 都是你抓笔的时候不要握太紧 好 好 好的 好 好 好